主席 主席 請施志偉 請施志偉 施志偉好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 民進黨所擬集的 廣播 電視法不穩修正條文3 就是那個 還有衛星廣播 電視法不穩修正條文 還有有線電視 這三種草案 那麼 目前這三個草案 修正草案 只有在交通委員會 有業餘金委員 像三會期 已經大概都審查完禁 但是還沒有報到 送到院會去審查 如果這三個法案 要修正的話 是不是可以在病在裡面去修 跟委員報告 其實在原來 由業委員所主持的 協商版本裡面 已經有包含 今天所提案的部分的條文 然後原來 協商版的那個 關照的範圍比較廣 那原來行政院所提的 政府提案呢 大部分議題 全部都已經納入了 而且有做一些調整 那更符合我們現在規範 所需要的一個情況 那今天的條文呢 是針對這個媒體 反壟斷的議題呢 特別定定的規定 那它有一些條文呢 是沒有出現在協商版裡頭 但有些部分的條文 已經涵蓋在裡面了 其實如果 如果 如果是大家都 都非常反對 媒體壟斷 真正如果要 要定定的反媒體壟斷 我是認為應該 應該定一個 反媒體壟斷 一個話 來直指 那麼 反媒體壟斷 我告訴你 不只是這三個話 包括 平面媒體要不要 平面媒體 也有在壟斷的啊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現在 平面媒體的部分 因為它不需領有執照 所以現在就經濟活動的部分呢 公平交易文會 正在審理的是有關於 報業的結合的部分 那邊也有涉及一些 壟斷的一個規範 所以我是認為啊 我是認為應該啊 如果真正要定 這個反媒體壟斷 應該啊 所有的 包括新聞 新聞報紙的 這方面通通把它 納進去 定個專門 防止啊 反媒體壟斷的一個辦法 是不是應該比較 比較 投資啊 跟委員報告 如果說 特別針對是媒體 對於 意見多元 或是 對言論自由的影響的話 確實 要對所有 可能會 產生影響的媒體 都納入規範 但目前在我國 因為出版法 已經廢止了 那這個 平面媒體的部分 並沒有合法執照 管理他們 日常行為 跟音樂活動的 主管機關 那平面媒體的部分 只有就它個別 違反法律的時候 會被處罰 那一般這些法律 通常是指它的內容呢 比如說 有可能 觸犯刑法235條 散佈猥褻文物 或是 洩露個資 或是違反 其他具體的法律規定的時候 行為的部分 會被處罰 但是 有關於它 經營的部分呢 現在並沒有 任何一個 針對平面媒體的 一個法律規範 那至於 如果它是 股權併購 達到在 特定市場上 有一定市占率的話 那目前在 公平教育法的部分 有規範 那麼今天呢 我看整個內容 如果 遇到民進黨所擬集的 要修正這三個法 那麼 我是 感覺到 事態非常嚴重 因為 它裡面 目前所體積要修正的 像系統經營者 它就要 要經營的話 就要股票上市 那股票上市 那股票上市 是不是關係到 所有系統經營者的 潛力太大 那你認為 像這樣的一個 修正法令 有必要辦一個公聽會 讓這些業者 來表示一下意見嗎 各位文報 確實涉及民眾 或是這個 事業權益 比較重大的事項呢 當然 有公開意見諮詢 或是公聽 是最完整的 那 但 剛才文言所提到的 有關於系統 是不是應該公開發行呢 它可以選擇適當的方式 那目前呢 除了上市之外 它也可以在新櫃部分 辦理公開 所以呢 大致上呢 它們都可以根據 它們資本額的大小 現在我們 確實有一致性的要求 我要請 請教實質 像那個 廣播電台 是 那麼一個小小的單位 你要讓它上市 有可行嗎 現在他們 有一些廣播電台 因為有一些是 中小公率的 尤其有一些是 社區型的電台 他們資本額通常比較小 絕少超過 這個兩億元門檻的 因此 按現行法令 他們並不需要 這個公開發行 那如果一定要 他們公開發行 對他們實收資本額 或是將來 他們的一個公司 內部治理的情況 確實影響很大 對啊 所以這個 這個應該也要 要聽聽喔 這些 一些愛者的意見 對不對 我想你認了今天 民進黨 首領域的這個三頭 是不是一定要讓它通過 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就執行面上 確實剛才委員 所提到的 如果有一些 廣播失業呢 它的資本額 並不高 那麼現在 絕大多數呢 是用比較 簡單的組織呢 去做經營的 那如果全部都要公開發行的話 對他們衝擊 是比較大的 對 那未來我們在執行上面 如果 要採取相關 比較強制性的行政措施的話 也可能會在這個 廣電產業的生態 會造成比較大的衝擊 所以你認為 有必要 集辦公廳會 讓這些經營業者 聽聽他們的意見 其實這個廣政各方的意見 實際了解呢 目前產業的運作狀況是有必要的 對啊 我是認為也有這個必要 那麼另外你對這個獨立 獨立董事啊 這立場 你有什麼看的 其實獨立董事最主要制度 原來的設計 是用來強化公司治理用的 那麼 其實也有 在一定規模以上的這個公司呢 才會有設計 這樣子一個獨立董事的制度 那如果說 像剛才我所提到的廣播事業 特別是絕大多數 我們100多家的廣播事業的規模 並不是很大 如果一定要讓他們設立獨立董事 確實他們運作上也有一些 要做重大調整的方面的細節 可能他們在配合辦理上面 會有比較多的困難 實際上 以你個人的看法 那麼民進黨他們擬計 要修正這三個法 在口行性 或是支持上 你認為可以來支持他們 讓這個案通過嗎 以你個人的看法 跟我們報告的是 有一些條文其實已經納入 在前一段時間 政黨協商通過的 已經離開交通委員會的 那個廣東三法修正案 已經部分條文在裡面了 在那個版本裡面 有很多配套的機制 全部都存在 因為原來是根據 行政院所提的政府提案 來做的一些微服修正 那在執行上 是比較有配套的機制 那今天這個版本 在執行上面 配套機制 可能我們會比較辛苦 要去逐一的去連接起來 另外呢 剛才委員所點到幾件事情 在執法上面 一般我們行政機關 會做法規影響評估 如果它衝擊的面向 比較大的話 我們在執行就會比較慎重 那如果說可行性 要有其他的機制 才可以搭配完成的話 我們也會建議比較慎重去處理 這方面的一個規範 那今天呢 今天如果以民進黨提出來 這些修正草案 那麼站在你個人的立場 現在就你不要以那個 主委的深恨 以你個人的立場 今天通過之後 將來在你們執行方面 會不會受到很大的困擾 報告委員這個 如果談到執行的話 我還是要以我們機關的 執法的情況來做分析 那以這個設立讀懂來說 確實呢 必須要在所有的廣電事業呢 他們的組織要做調整 那相關的程序呢 會耗費相當高的成本 而且呢 是不是有這個必要呢 我們確實在執法上 會有些困擾 因為如果事業的規模不大 他原來的這個經營組織呢 都比較簡單 那突然要設立讀懂事呢 對 有線電視影響可能比較小一些 但是對於廣播事業 尤其絕大多數的廣播事業規模 都很小的情況之下 影響會非常的大 所以另外我剛才我所提的 股票發行這個 做在執行上也非常困難 不是那麼容易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今天民進黨提出來要用修法 我想我們NCC 也應該 最好是辦公聽會之後 在整個草案要審 再來審是比較妥當 主委你看完 就本會自己的法律的修正草案 我們一定會先征詢各界的意見 那並且會辦公聽會 那廣征各方的意見 以讓我們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盡可能關照所有的面向 所以我在這邊也要建議我們NCC 今天這個草案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主動的爭取 來辦公聽會 暫時就先不要主條去審查 你的看法 就大院委員的提案 我們基本上在立法院行事職權的範圍之內 我們都予以尊重 但就本會自己所演你的草案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充分履行意見征詢 並且盡可能會辦理公聽的程序 如果今天他們提出來這個草案 如果交通委員會順利把他審查通過 案例通過以後就要自己執行 那麼一定會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會不會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那確實在執法上面 你剛才跟委員這組點的報告 那對於廣播產業的衝擊是很明顯可以看到 非常的面向很大 而且應該影響也很深 那至於這個大院在審查這個委員提案的時候 是否要辦公聽會 我們也尊重大院的職權行事 那至於本會的部分我們一定會做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還是辦公聽會 聽聽業者的意見之後 要審再來審比較妥當 否則的話這樣審下去的話可能會沒完沒了 尤其這些系統經營者一定會跳起來 一定會跳起來 還有廣播電台的這個都是會跳腳 所以今天我是希望我們要順重好不好 我們NC順重 順重來處理這個案子 以上質詢 謝謝